中華民國110年8月31號星期二 今天是8月的最後一天 我們該替王力宏的公轉自轉 為什麼要播這個 因為今天的這個來賓很特別 他也有公轉也有自轉 那大家就會知道說 訪問的內容是什麼 我一定要講 我們先要聊一下 請大家對這個可轉再有興趣的朋友們 來聽這個節目 所以在之前呢 我們先聊一下 聊一下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本書 新手入門的第一本 可轉再交戰手冊 書名是 勝率近百分百的可轉再存股數 那我們的作者是誰咧 蕭啟斌站長社長王長都可以 因為蕭啟斌先生 他有一個社團 就叫做憂債王 憂活的憂 沒有負債的債 網路的憂債王 所以他也可以說是一個可轉再的資訊社對不對 憂債資訊社的社長 所以我們就叫你站長好了 因為我們叫你王長很奇怪 社長站長都行 社長站長都可以 起兵先生 那這個純骨族他有講的說純骨族最愛的是看是什麼呢 純骨對不對 但是有很多純骨族看錯犯錯 都說是看錯買錯 但是真的是不可以把所有自己的身家都壓進去 但是這本書有告訴我們說 就算你看錯了你只損失一點點 可是如果你看對了可以賺很多 是這樣子嗎 有這麼好的事情 投資可轉再風險極低 報酬超高 買起來放著 買對的放著就能賺錢 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這個的話 因為這個是可轉再的特性 因為他畢竟是債嘛 既然是債務的話 他就有所謂的期限 那他也有保本 就好像你跟銀行 如果是借錢的話 銀行就是你的債主嘛 那我們如果購買這家公司的可轉再 那我們等於是借錢給這家公司 我們是他的債權人 那一定要這家公司欠錢 他才會發行債 他才會欠債啊 因為該說每一家公司 沒有任何一家公司 是沒有跟銀行借錢的 所以借錢這件事情 對企業來講 他本身就不是一件壞事情 那對一家上市櫃公司來講 他借錢管道是比較多的 借錢其實就是籌資嘛 所以他發可轉再可以借錢 他跟銀行也可以直接借錢 他發行股票 讓他的股本股東擴充的話 他也是能借錢 這都是籌資的一種 待會再聊 為什麼他要發可轉再 好的我們先聊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訪問他 然後覺得說他這個優在網 其實也可以叫優活網 就是他現在過什麼樣的日子呢 其實這樣有一點說服力 因為該在聊的中間呢 我們知道他今天呢 下節目後你就要一路 你講一下你的行程好不好 一路要往東嗎 我一路往東等一下的話 就是會先住在宜蘭 然後明天的話去住一間號稱什麼全台灣最美民宿 好像聽說BBC旅遊網也有介紹他 在宜蘭嗎 他在花蓮 所以你明天就先開到宜蘭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開往花蓮住這個民宿了 對 那你比較精彩的是你車上帶了兩台 帶了兩台小折這樣子 為什麼要兩台 兩台的話當然是跟我朋友一起騎啊 重點是我那個是 就是有一台是Broughton 就是人家俗稱的小布 他的折疊車 因為他的折疊性很強 所以那個比較容易放到車上去 哇你竟然還要幫朋友準備一台喔 因為我的是電動電腐車 對對對 他不是普通的腳踏車 啊我怕他如果騎一般的腳踏車的話 就是追不上我們 追不上你 對對對 所以說當你的朋友也很好欸 你真的還要幫他準備一台 可以並肩並駕齊驅的自行車 然後是折疊的 然後這一台是這兩台都進口嗎 兩台都進口的 對 好他剛才跟我講他的車進口 然後他為了改裝這台車 為了讓他能夠省一點力 然後又是他心目中的排行第一嘛 對這台小折 花了多少錢 先講你怎麼進口好了 進口的話就是因為他是手 他強調他是手工嘛 什麼牌子 Broughton 英國的 英國的Broughton 純手工 純手工 然後所以我從訂車到交車 大概等了五個月左右 五個月 五個月 可能是缺 缺貴還是缺零件嗎 不是他本來就是 因為他就是全世界知名品牌 所以下單的人多 對然後這還是正常 正正常的情況 那現在的話是台灣 目前已經完全沒辦法拿到 Cota 因為牌都他們也缺料 缺料的時候就無法生產 所以現在要買也買不到 要等到明年了 所以你這台已經是 其貨可居了 對不對 其貨可居就是一般人 就其小折有在做這種休閒的 是他算是一種藝品 對對對他藏家啦 對對對 這個小折來了 然後他其實是沒有電動的 他目前的話 他原廠其實有出電動版本 但台灣沒有進 所以我自己想辦法就是進那種套裝模組 然後讓他電動化這樣 所以那你要找組裝廠幫你把它改成電動的 其實不是 他是有一個所謂的kit 就是那個電斧的組件 然後我從國外訂 然後送到台灣來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目前我已經有 這個今天裝上去是我最新的 已經是第三套 因為前兩套都失敗 所以說你自己買了這個到第三套才成功嗎 誰幫你裝 腳踏車墊 就我自己進那個組裝 自己進零件 然後請腳踏車墊幫我組裝 對老闆來講也是一個挑戰 還好 那這套成功了 這套終於成功了 成功了 那你這樣子買這個組件 然後到成功 你又花了多少錢 大概30萬左右 所以這台車 為什麼要講你的生活跟你的嗜好呢 你這樣才有說服力 告訴我們隔轉載可以存嗎 對不對 還沒有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嗜好 所以這台車幾乎已經算是一個國產四輪 就是國產汽車的價錢了 再加一點的話對不對 可以買到國產車了 是 所以對於有這樣子愛好的人來講 這點投資真的 你覺得很值得 不算什麼 投資這台小折 就一般的休閒投資 OK啦 好啦 那你要在哪一段期呢 縱古嗎 哪一段期喔 因為我那個後天住的民宿 他是在深山裡面 所以我可能就直接山下山上這樣繞一繞 就順便尋一下山這樣子 尋田 尋田 尋餐水 好那跟你騎車是難得你的 其實我只是先 好我們今天先跟豐友 豐友應該想要了解這個可轉載 勝率近百分之百可轉載 應該都會上來聽了 因為我實在聽了他的那個昂貴的 改裝還要二十萬的那台小折 聽得我目眩神迷 那我覺得你現在應該過得很憂活 社長 這就還好啦 那比如說就之前 因為我華航有賺到錢嘛 所以我去四月份有參加帛琉首發團 喔你打了嗎 還是你是玩的不打的 是四月份那個帛琉首發團 那個還沒有打針喔 沒有 對不對 打針是最近這一次才有 那你現在要去關島還是帛琉嗎 你打疫苗了還沒 當然是支持台灣 我在台灣打就好了 喔你還沒有打就對了 對 正在等待當中 反正也是年輕啦 還沒有打啦 太年輕了 然後要 也可以啦 那騎腳踏車要小心一點 還是要戴口罩 當然當然 那現在你的車友也很棒 真的可以跟你交朋友 還可以騎你這麼昂貴的 才幫他弄好的電動 因為這種電動的腳踏車 其實是很貴的 其實我是買了三台 喔那你一台是要賣我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可以當朋友一起騎啊 借你騎沒有問題 借我喔 因為我現在聽了這個 我很有興趣耶 因為我才從某個山下來這樣子 走得我累死了 真的走得我累死了 你知道嗎 我出去玩不要那麼累啊 好我們現在講一下 什麼是可轉債 你剛才講說 其實就是公司要借錢 可以跟股東借 他也可以跟銀行借 對不對 股東的話 因為我們如果是買 比如說我們買台積電的股票 這個就不是所謂的借貸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是一起分享利潤的股東 是我們是股東 我們不是債主 對我們不是債主 對那如果說買他發行的債 我們就是他的債主 對是這樣講嗎 沒錯 那他為什麼要發行債 他不要直接跟銀行借呢 這個部分的話 是所謂的資本結構理論 那我們不要講得這麼複雜 簡單說就是我們一個公司在上市櫃的時候 他必須要調整說他的負債比例多高嗎 因為他發股票的話會擴大股本 74EPS 那他如果舉債的話 如果是舉債的話 他的股本就可以控制 他就不會一直膨脹他的股本 所以他們必須要做一個平衡 是好 那你大哥 因為我到現在還是不太懂 就是說你怎麼從這裡賺到錢 可轉債的話 他只有兩個特性非常單純 第一個就是 他竟然是債 他就有所謂的保本 然後再來 因為他是債 所以他有到期的年限 他通常在台灣的話 大部分都是三年或五年 少部分例外 這個是第一 保本就是他最大的特性之一 第二個特性就是 他可以轉換成股票 那要還錢給你 還是把他的債 以債做股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對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不想你不要還我錢 你把他轉成股份給我 可以 那還是大部分人是會選擇還錢 還是選擇還股票 這個是有選擇的嗎 還是規定 就是他在發行的時候就會告訴你 他是一個選擇權 因為我如果說 我不知道說 問一下那個 我們有玩過權證嗎 沒有 沒有玩過權證 簡單說他的話 一開始就會跟你講說 我今天假設 一張可轉債可以換十張股票 我們用你的這個社來講 你叫優債網 優活資訊社 優債資訊社 優債資訊社現在要發行這個可轉債 你會告訴我們可以選擇 是不是 對 但是先決條件是優債資訊社 他必須已經有股票在市場上交易 對 你看喔 假設我今天發可轉債 他可以轉換成股票 而我的股票如果沒有在市場上流通 那你拿到股票沒有用 是啊他一定要上市了嗎 還是說他不一定要上市 他一定要上市 已經在上市上櫃了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新櫃也可以發行 但是我們這邊講的 我們不要考慮太多例外的情況 我們說的是上市櫃公司 好 那你就 那他你怎麼知道他發行這些債券 他發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有網站上可以查詢 那優債網他也會公告說 那個可轉債發行的資訊 那怎麼買 他直接用我們賬戶就可以 這股票賬戶就能直接買賣 所以他是公開的 他一直是公開的 他一直是公開的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那個 我們哪一個選項會看得到說 他有這些債券呢 我先假設 像我們在打股票代號 當然有沒有經驗就是 我們股票代號 比如說我現在打新富發 他的代碼是2542 那我們在輸入2542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分身 叫2542 5 新富發5 就代表是新富發發行的第五次可轉換公司債 有印象嗎 他有時候會出現兩個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你看我在這裡 如果我打那個2542 有沒有他就突然出現一個新富發跟一個新富發5 那他是一直會可以買他的債還是他只發行一次 你賣完這個債券就沒了 我解釋一下他跟股票一樣是在市場上流通的 所以今天他一旦上市之後呢 有人賣你就可以買 一樣的 他是一個 他跟股票一模一樣 交易方式也都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不講你根本也不知道他是可轉債 對 他不會寫說這個叫可轉債 他只是一個另外一個名稱在上面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個可以買或不可以買呢 這家公司的可轉債 照你講很多家都有了 對目前大概300家 300家 哇那你怎麼篩選 你怎麼知道他的價位合不合理 其實這個話就是詳細的東西 我們就必須要參考我今天出的這本書 懂嗎 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設定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最基本的就是第一個寶本 那因為他3到5年至少用100塊錢還你 所以我們如果買越靠近100塊錢的可轉債 那你就越安全 你就越安全 所以我們要知道他要多少還你對不對 還對 對不對 他要你一定要知道嗎 他還你多少錢嗎 對 你股票合不合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覺得因為我是 你今天要把我交會可能全部的人 至少80%會 到現在我還是聽不懂 所以一定要講一個我聽得懂的方法 什麼叫可轉債 就是你書中語講到有一個意大利麵店 是的 我們講這家意大利麵店 西西里島意大利麵店要籌資 然後怎麼樣呢 就這個在籌資的時候呢 就我們就可以決定說 假設今天我們兩個 就說我們兩個好了 然後我們兩個 這間意大利麵店他需要100塊錢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我跟你各出30塊錢 所以總共60塊錢 剩下40塊錢我們跟銀行用借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不考慮其他狀況 我們就說這間麵店他的負債比 40% 可以吧 那假設我們這家麵店一年之後 賺了100塊 我們要分紅 那是不是我們各分多少 那他要不要先把欠銀行的還掉呢 先不要想必行 我們只說盈餘 是不是盈餘要分的時候 我們就是各50嘛 因為股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然賺了就全分 沒錯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負債40% 大家會覺得 他是不是還有一點風險 假設真的遇到我們這個疫情 都沒有客人 那我們有可能虧損啊 那虧損的時候 萬一他虧了100塊 我們也是各賠50% 就是各賠100 還要付銀行利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降低這家公司的 這家義大利面的風險 會賠錢的風險 對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們就決定說 好 我們本來跟銀行借40塊錢嘛 我們不要跟銀行借 我們趕快把助理也拉進來說 欸你來當我們 我們40塊錢 對你來當我們股東 我們40塊錢 我們不要跟銀行借了 我們就拉第三個人 當我們的股東 這個當第三個人入股的時候 他有好處跟壞處 他的好處就是 我們這家店已經是零負債了 全部都是股東輸的錢嘛 我們沒有跟銀行借錢 所以我們的財務就比較健康 看起來是零負債 其實是你又多了一個股東進來投資 沒錯 那如果賺了錢就要除以3 還是按照比例呢 當然是按照比例啊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們賺了100塊 我們就按照3、3、4再分 對他出4了 對他就必須要分4成的獲利了 是是是 所以他就3、3 那怎麼翻翻投資的最多 因為他應該沒有那麼多 不要那麼多股權給他 可是那你那40% 是不是你也可以找更多的人一起來呢 對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說 資本結構理論 就是一家上市櫃公司 他必須要決定說 他的負債比例多高 他要發多少股票 比如說我現在股票 我可以籌資10億 也可以籌資15億 可是你籌資15億的情況之下 你會稀釋掉你的盈餘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做一個統合分配了 那其實只是賬面上看起來比較好看而已嘛 不一定耶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 剛發 就是你是一個所謂的startup 就是有成長性的小公司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會傾向發 他就是舉債高一點 比如說我們剛剛 我們舉債 甚至我們可以超過40% 我們舉債舉到70% 好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這家意大利麵店 他要開很多分店好了啦 他可能就需要很多錢 對不對 那他可能就會希望有人來 他就不想跟銀行借錢 那麼他是不是可以說 那他這個無上限嗎 他可以借很多嗎 就是我可以發行很多的這個可轉債 我讓你來投資我嗎 這個就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了 因為發可轉債他是有上限 他法規有規定說 你的股本百分之幾百分 比如說百分之兩百五 多少 這個是跟你的股本 還有你的那個現金 就你的財務結合有關係 因為我們金管會不可能同意說 你今天股本假設你今天股本十億 然後你之前虧損又虧一大堆錢 那我允許你發五十億的可轉債 這不合理 那我在哪裡可以看得到 我是你的債主呢 對啊 比方說我要去買這個東西 你剛才說債 他就跟買賣股票一樣 是安全的對不對 例如說這個麵店好了 他發行了這個債 你今天就下單 你也可以跟 你也是照股票的方法嗎 買一股兩股三股嗎 我們是一千股是一張 他的單位跟我們的那個股票 十二交易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以張為單位 都是以張為單位 沒有零股 沒有零股 對不對 完全沒有零股 那你就是買了張買張 那他有除息除權也可以參與嗎 這個問題的話 真的就比較專業 可能詳細詳細的要看書裡面 但是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買了他可轉載之後 我們是債權人 就好像說你今天除權除取就分配盈語嗎 你跟銀行借錢 銀行借錢給你 那銀行可以跟你分你的你賺的錢嗎 不行嗎 銀行沒有 銀行是收你的利息 他是賺你的利息 所以今天除權除息 其實跟可轉載持有人 沒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我們不會拿到那些股息股利 但是他在除權除息的時候呢 我們本來假設說一張可轉載可以換十張股票 他除權息之後他分的股利越多 你能拿到股票也會跟著變多 比如說之前本來是一張可轉載換十張股票 除息之後變成一張可轉載換十一張股票 那你覺得到底他的 書中講到說他有一種百分之百的獲利對不對 不會讓你覺得像你現在你最大的一個獲利是 你寫到說你的目標是一百萬美金 其實已經達到了 已經達到對 你是靠哪些達到了你一百萬美金 那獲利多久花多久的時間 因為我們去年真的是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我是在過去一年之內達到的 然後這一年之內的話就是我們有那個海運嘛 陽明的可轉載 因為陽明可轉載的話 他的那個槓他的那個行情真的是太大 他是真的是百年難得一見啦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是陽明 但接下來我有就是把陽明獲利 再拿去買華航的可轉載 那這裡的話我有運用到一些槓桿的部分 所以在華航的話 我這是總獲利有剛好達到一千萬左右 那我就是因為我感激華航啦 所以那個時候我去帛琉的時候 我就說取之於華航用之於華航嘛 所以我去參加 因為華航說真的那個帛琉那個 不是這麼的CP值不是這麼高啦 但是你還是因為你是他債主嘛 他讓你賺很多錢 所以你就給他一點爭議 對對對對對 那你買什麼長等 什麼長等 沒有他只有一種長等而已 那就只有一個長等 因為我們出去的話是那個 那個是A380嗎 不是那個就是最小那個機型嘛 他也沒有商務 你是首發團嗎 首發團我是首發團 我難怪我覺得你的背影有點熟耶 真的喔 我可以跟你們講 真的真的真的 我剛才這樣講 我真的覺得背影有點熟 待會我們直播 看有沒有人認出你 認真講 只首發團 好像只有我跟另外一對母女 三個人是自費參加 其他全部都不是自費的 好像是這樣 只有你們三個是債主就是 他們有沒有買華航 其他的人可能也有可能是同業 來參考這個行程的也有可能吧 你說是旅遊同業喔 旅行社有沒有可能 好我們待會一定要直播 看有人認出你三家帛琉的首發團吧 OK 那好不好玩呢那幾天 他現在 好我們現在呢 待會會直播給大家看這個帛琉 有參加帛琉首發團 因為感念華航讓他賺很多 所以他也回饋 可是你回饋的好少喔 對啊 你應該 你回饋的太少啦 應該你現在應該是一個月至少要做一次 不行要隔回來回來 你也是隔離了14天對不對 我的話他是自主管理 那時候是自主 你回來自主了14天 OK 那講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你覺得建議存股的人 對不對 他其實可以試著做這樣子的話 其實獲利更高呢 他的獲利的話 應該不是說所謂的更高 而是所謂的穩定 因為我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如果你今天買新富發五 因為新富發五他在明年的六月份 他是舉例這樣子我們才懂 不是推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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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寫在公開說明書 所以他這個價格 他是公開資訊 他是公開資訊的 這樣子怎麼做法 這個就好像講說 他在明年六月份 公司規定 他必須至少用106.4 跟投資人買回這張可轉載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他的底部就是106.4 他一定 他保障就是要用這個錢 給你買回來就對了 而且他是有擔保可轉載 可轉載 可轉載有分有擔保跟無擔保 有抵押跟沒抵押 對的 所以他是有抵押品的可轉載 所以他本身就是比較安全 他現在像我剛才看 他現在是市價是128好了 不管他多少錢 或者他跌到90好了 他都要用106.4跟你買回來 對不對 這是正確的 對那可是 所以可是可是可是你現在買的話 如果低於106.4你就賺到了嗎 沒錯 對那如果說我現在都是高啊 現在高過106.4 那我的利潤是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轉換成股票 所以既然他可以轉換成股票的話 他跟股價就會產生一個連動嗎 比如說他今天一張可轉載 如果換10張的股票 那股價現在是13塊 那他是不是會有一個理論上的價格 是130塊錢 因為一張CB一張可轉載 換10張股票 CB就是可轉載是不是 convertible bond 簡稱 好 那我懂了 我現在已經低招會 有點了解 教會我很重要 懂了懂了 就是我現在就是告訴你說 我在到期日 這公開說明書有 我在明年的6月 我必須要用最少最少對不對 公司不是你是公司 公司要跟你買回來 那你也可以在這中間 你覺得股票不錯的話 你也可以賣掉囉 股票 因為你沒有申請轉換 你現在的話是持有這個債券 我可以債券可以賣掉嗎 債券隨時都可以在市場上賣掉 他就跟股票的買賣 一模一樣 只是名稱不同 對 就是一個叫新復發 一個叫新復發5 那如果是像這樣子的話 那你會建議說 當這個新復發5 比較高的時候 你把他賺差價賣掉 還是你會等到他 出現息 對 其實如果是我的話 他如果真的突然出現一個飆漲 那他可轉代會隨著股價一起往上漲嗎 這個時候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就會直接把可轉代賣掉 我不一定要把他轉換成股票 應該說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是不會把他轉換成股票的 那你知道我們存什麼呢 那我們存的意義在哪裡 存的意義喔 這個意義可 如果你不要把他賣掉的話 那你要存什麼 對我們存股的話 還可以決定說 我可以買一個 例如說台灣銀行的股票好了 10塊錢我可以買個100張 我就存著 領他每年配你的股息跟股利之類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那你賺這個的話 你就要小資主他存他 他沒得存啊 因為照你剛才這樣講的話 你不是說應該是 漲的時候你就把他賣掉了嗎 對那存股 我這邊解釋一下 我們如果是那個單純 然後我們看那個新復發的股票 那你會發現說 其實新復發 你不會覺得他是一個標果 為什麼 因為你發現說 新復發他這五年啊 平均 幾乎完全的沒有任何的行情 對吧 我們看 沒有賺很多啦 漲跌不多啦 對 然後你會發現說 他的那個 他的股價最多 大概五年前那個時候 也大概是在50塊左右 現在是48多嘛 還跌呢 還比較少 你沒有很 根本就沒有什麼動嘛 2018年我們看喔 2018年的時候 我看一下 我們現在有直播 大家可以來認一下 我們帛琉首發團的團員之一 對 蕭啟兵社長 來 你要說 對 可短照還是一起 是啊 就是說你叫大家存 對不對 他的意思是意義在哪裡呢 因為你剛剛 對你剛才講 不是說你不會 通常會買這個人 他不會留 他其實是在價錢很好的時候 他就把它賣掉了嗎 對 對啊 那存股怎麼存呢 來我解釋一下 這個重點來了 我這邊的話 有我這個對帳單 那請主持人看一下 我買進的時間點是 2018年的9月12號 2018年耶 存股啊 那你存股不是就是要長期嗎 是是是 然後你買進了喔 2018年9月12號呢 我用142800塊錢 買進30張的可轉債選擇權 選擇權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好好好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可轉債 好 然後那時候我 我是花142800 有看到了142800 好的 那我跟你跟大家講一下 他在金 他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大概不到一個月之前 這1414萬變多少錢呢 這裡 71嗎 是的 71萬1600元 對的 那你買很久了耶 三年 三年 然後他還是30張嗎 30張 對 因為我剛剛講是說 他可以轉換的股數 股票的數量變多 對對對 但是我實際上 他還是持有30張的債券 這也不會改變的 對 只是他轉換你變多了 對 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還沒賣掉 還沒賣掉 對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說存股嗎 是 所以我今天 這叫存債嗎 我解釋一下 因為在當年30張的可轉債 他大概可以換到70張的股票 所以我持有可轉債 對我來講 我還是覺得我持有的是股票啊 是啊 因為他有轉換成股票的權利啊 對啊 所以我雖然買的是可轉債 但我是用存股的心態在持有他的 喔 名稱的差別 也不能這樣子講 價格差很多 請問一下喔 我那個時候我是花14萬 嗯 買了接近70張 因為他如果轉成股票 他可以轉70張左右嗎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你看啊 14萬就可以買70張股票 嗯 那豈不是一張的話 我的成本只有不到5000塊錢 5000左右啦 嗯 他不到5000塊錢 可是他一年可以分4塊錢的股息欸 欸 那你在2018年的時候對不對 你買入的成本 14萬多 那現在呢 沒有變啊 你沒有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中間 我又拿了2萬塊回來 因為他有所謂的一個序約 但這個太複雜 我們先不討論 嗯嗯 好 對 因為這一點我還是聽不懂 你知道嗎 沒關係 我們講 他可以轉換成股票的部分 我們還有直播 我們有直播繼續 先工商譜一下 好 好 你說 因為我就是不懂說 比方說像你現在買14萬 我們如果用14萬去買 他還可以買到那麼多嗎 因為他是可轉載的選擇權 他不是可轉載 不是單純的可轉載 這還牽涉到可轉載 還要牽涉到選擇權 我們用白話 我們不要講的這麼困難 我們用白話的講解 就是說你用融資的方式去買可轉載 就是他把它包裝成可轉載選擇權的樣式 用融資買可轉載 好我們不要那麼風險 我們不要那麼風險 最後一段提一下風險 這個事情 因為總是有可能要賠錢 是的 他賠錢的原因是什麼 什麼樣的操作 對他的風險 不過我們還是要提一下 當然當然 我們如果是不買選擇權 其實我們一樣是可以獲到一樣的利潤 只是說你 不行 你今天因為我剛剛講說 我是用融資的方式去買這可轉載 所以我只需要付14萬而已 對啊 如果我不融資的話 買那時候買的話 我就是要付30張錢 一張那時候是10萬 所以我要拿300多萬出來 對 可是我拿300多萬 你現在可能也是獲利 一樣的錢 對不對 利潤一樣 利潤就一樣 也是剛剛講說 因為我成本是14萬 然後現在他的市值是71萬 所以我的獲利可是50幾萬 但是如果我那時候是拿300多萬 那你為什麼現在獲利還不了解呢 因為我在等他除全息啊 他又會再配給你 剛才我們又回過頭來說 為什麼我叫他存股 那是因為我的做法跟存股是一模一樣的啊 因為我現在等他除全息之後 我們存股要成功 有一個最大的先決要素是什麼 他必須要填全息 嗯 他不填全息的話 我們存股是沒有作用的 是的 因為是虧賺了股息賠了價差 賠了價差 對 所以都要建立在他有辦法填全息 那你覺得他會填全息 因為輕復發的話 他這個營建股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性就是 他的房子蓋起來要時間 所以他在前幾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預告說 他從2021年開始 接下來四年 他的建案會大量的產出 他的任列點都在集中在2021年到2025年之間 完工任列對不對 對的沒有錯 就是賬的入賬啦 每年開始會有現金入賬 所以他前幾年都是他們所謂的營運的相對低點 這也是 他在蓋 對還在蓋的 所以為什麼他的股價始終都在40到50之間 沒有動靜 好 五秒準備回來了 最後一段節目了 我們今天是那個Money雜 前出版的 然後前三次出版的 涉率近百分之百的可轉再存股 所以我大概 我大概了解率百分之三十了 好多 對了解率百分之百 可是勝率還不到百分之百 但其實他也有風險吧 我知道你的兩台小哲家 你現在過得很憂活啦 但是他的風險是什麼 他的風險第一個 既然他是債務 他就第一個面臨的風險 當然是所謂的違約風險 因為今年的話已經有一檔可轉載違約了 就是因為他的可轉載 對對對 他付不出錢對不對 他沒辦法償完他的債務 然後他現在也被停止交易嘛 那這個很可怕 就是說你是他的債主 討債無門了 對 那所以他選擇的時候 他也不曉得啊 我們在買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是不是要調大公司 不一定 我這邊解釋一下 他這裡有所謂的信品 這信品就好像我在書中舉的例子 就是所謂的Lemon car 那個因為我之前 像我要把我的車子賣掉的時候 因為買的人並不知道我車況好不好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其實有一個方法 我先把我車拿去鑑定第三方 建立所謂的萊茵驗車啦 我花了4000塊 請別人請一個公證的第三方 幫我檢查這台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價值 對我自己拿 然後我自己拿著這份報告 出去賣 我可以把我車賣好一點的價格嘛 對不對 所以我賣車的時候有一個公證第三方 在台灣你要發可轉載的時候 也有一個所謂的建價 他會去評鑑你的這個可轉載的風險等級 像我們剛剛一開始有講 比如說新復發可轉載 他是有擔保可轉載 所以他的安全等級 是所謂最高最top A好了 對 他一旦真的發生違約事情的時候 因為他在銀行有抵押品 他們可以處分抵押品 還債權人的錢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 有擔保就是萬無一失 也就不會一毛都付不出來 他是相對風險比較低一點 幾乎可以說零風險 那他找人家鑑定 那如果說今天我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知道我很危險 我又找人家來鑑定 像可能付不出錢的那一家 他的風險等級可能就是 評價就不好 那為什麼還有人要買 評價不好 當然他的評價不好說 他一開始他的可轉載的價格可能會很低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剛剛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萬一這可轉載真的得到90塊錢 那他又跟你約定說 我要100多還你 對三年之後他用100塊還你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如果去買90塊錢這可轉載 你是不是你至少可以有這個所謂的 那個叫賣回的報酬 我們不要講太複雜 就會有10塊錢價差至少嘛 對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就第一種操作方式 但是他的風險比較高的時候 他必須反映在價格上面 所謂的風險益存 那所以說他的風險很高 他的價格應該低啊 沒有錯 那還是有人想富貴選中求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還有除了這個債務 他有保本的這個特性之外 他還有第二個最大特性是什麼 可以換成股票嘛 對啊 所以今天這家公司無論再爛 再爛 他的股價如果上漲 這些剛剛講的那個保險啊 什麼那個風險等級多高 都不是重點了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拿去把它轉成股票賣掉 他可以賣150、200、300 我們別的不講 是 在去年讓我賺最多錢的量 去年到今年賺最多錢量哪是什麼 陽明可轉載跟華航可轉載 是啊 請大家仔細想一想 陽明的可轉載 陽明這家公司喔 他在2018年發行76億可轉載 他發行的時候 像那個我們之後不是有那個 那個那個誰 董事長 鄭曾茂 對 他不是講說什麼 他是情義相挺嗎 誰知道他挺了之後 他自己也是賺一頭的阿庫兒錢嗎 因為他們當時 陽明其實是岌岌可危的公司喔 他們真的已經那個現缺 現金缺很多 所以他們趕快發可轉再籌資嘛 誰知道今年大賺 那個叫什麼華啊 對 那個華 怎麼突然忘記他叫什麼 對對我知道那家也對 他是為了情義相挺才買的 對 結果後來讓他大賺嘛 對 就有點我們剛剛講這個意思 也就是講 他可能是一間 暫時沒有起色的公司 他的財報也很不好 但是他一旦股價上漲 就不會有人要他還錢 因為大家都要轉成股價賣掉 對對對 就是因為你當時發行的時候 你就說你也可以當我的股東啊 我可以不要還你錢嗎 你可以就是一直入股的意思嗎 如果股價一直上漲 你當然就是要一直入股 對 大家就不要公司還錢 大家想要當股東了 對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即便這家公司很爛 或發行的時候很爛 你也不能保證他五年之後 他還是繼續爛啊 那你的選擇就很重要 所以要看書就會選了嗎 看書的話我們必須 真的我看的書還是不太懂 選擇之前 我們要了解可轉載一些特性 就好像講說我們剛剛華航 為什麼他華航可以讓我創造 這麼可怕的獲利 或剛剛為什麼我可以用14萬 獲利還叫可怕 到底是賺多少錢啊 對啊 其實我去年 可是我這樣講我怕有點誤導觀眾 但是這是事實 講你個人好了 我去年曾經用1500塊台幣賺到1500萬 這個真的不能講 我們可能會被關 不要講 對但是這個 那你有真的獲利實現嗎 有我寫來 我把對帳單貼在我的書後面 因為我知道那個我看不太懂 就是有時候對帳單說真的也是要看得懂就是了 你該解釋我才看得懂你的對帳單 好那就是你就那個航海王喔 我不是航海王賺超級10億 我是小咖好嗎 航海王還在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剛才講那個叫台華投控 對 台華 台華有發可轉載 是是是是 那為什麼他自己現在已經都不缺錢 他還要發可轉載 台華 我現在講的就是這家 對他為什麼還要再發 台華可轉載發行不是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發的時候他還是他事況還沒有好轉的那麼多 他大賺是今年的事情 他有可能是去年年底發的 那通常是不是就是很需要錢的公司 他才會這麼做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他裡面有很多的文章 比如說我在大概一個月前 我就發了一篇文章 這個文章就是在講說長榮海運 他發可轉載的有點怪怪的 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為什麼我覺得他怪怪的 因為他 現金不是這麼多嗎 重點是長榮海運一個月 可以賺兩三百億 可是他卻發了50億的可轉載 所以這個作用是什麼 對 就讓我感到有點詫異 可是你在這個行 你是做很多這種 你算是已經幾年 就是可轉載在這裡 因為我都是自己摸 我們可轉載畢竟小眾市場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學起 所以我都 你自己摸索了幾年了 從2008年開始 那已經十幾年快20年 十三年左右 OK十三年左右的話 那你覺得他已經都滿手現金 他為什麼要怎麼做呢 當然是因為他發可轉載 有一些大股東 可以從這方面 拿更好的 拿取一些私利這樣子 他們已經很多私利了 他們的大股東已經賺很多錢了 不是不是不是 重點是你如果發增資股的時候 你增資股有下跌的可能 可是你如果發可轉載 你用100塊拿這個可轉載 他最後還是還你100 你是絕對沒有任何風險的 哦 所以 現在還在還在發行嗎 現在一直都有在發行 哦 對所以這中間 那我們該講到風險 就是像你剛才講說 有可能還不出錢對不對 然後他可能就變成一去不回了 好就等於是真的情意相挺挺 然後最後沒了就對了 那這種的話 我們是不是說這樣你建議 因為連我聽不懂啊 很多小資主也聽不懂 但是你剛才講到說 你用了1500就照到這麼多 那我們怕別人會學你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給大家的警戒 要警戒 等一下再詳細的跟大家講 不能等一下最後一段 你就看書吧 OK 好 好 那我們之後也結束了 是就大家要不懂 因為說真的 這書裡面有講的很詳細 包括風險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你們可以上網站跟社長提問 這個比較大對不對 應該是說直接上優在網 對不對 優在網或press play 對對對 直接提問會最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說真的 這個學問不是人家摸索了 這麼十幾年也不太可能是你 聽幾分鐘就了解的 是 好不好 投資都是有風險 要多聽 謝謝 謝謝社長 謝謝伯流團的首發團團員 感謝你 謝謝